王曼玉势闹大了 发声回应却伤透孙以沙的心 重蹈一解成梦的负责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亮仔聊球 我是亮仔 如果你喜欢亮仔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说一下 目前孙以沙包括王曼玉的情况 那么大家也知道 现在视频赛已经正式结束 那么我们国民将在几天之内的去参加 下一项比赛 也就是WTT谢谢呗 当然从目前来看 虽然说视频赛已经结束 但是围绕着这场比赛的赛后的一些发酵 一些事情的一个争论还没有停止 那么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本次视频赛当中 尤其是女单决赛可以说是备受外界的关注 那么尤其是最后的王曼玉赢得比赛胜利之后 其实我们也看到他很多的一些庆祝动作 包括很高兴的一些事情 其实都在赛后引起了球迷的争论 那么尤其是在赛后的采访当中 那么有媒体记者问到他 他就是怎么样去评价这场比赛 怎么样去评价孙以沙的时候 那么我们也看到王曼玉也是因为太过于高兴 把整个事情给闹大了 那本来啊赢的比赛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王曼玉呢却嘴瓢说错的话 我们也看到在王曼玉这次发生回应呢 他首先是提提到了一句话说的 不管是自己赢还是杀杀输 但是在此之后他也发现这句话呢 似乎说的不对 因为呢其实啊 不管是他前后的这样的一个词语呢 都是在强调自己赢了 孙以沙输了 那么这样一句话呢 对孙以沙的一个打击 为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此之后 他也是立马的改变了一个口吻 说这场比赛根本就没有输家 而我们也看到其实本身这场比赛 孙以沙输掉之后就是比较懊恼 比较沮丧的 包括在赛后采访当中也没有笑容 确实看得出来呢 对他而言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比赛 他也非常难过 不能够拿到这一次非常有分量的金牌 而这一次那么王曼玉呢 再一次发生误伤孙以沙的心的话 也确实是让很多球迷呢 觉得有些大跌眼镜的 那么还好他在最后呢 补充了一句强调 那么这一次其实呢 他自己太过高兴 所以嘴瓢说错的话 那否则呢 可能孙以沙确实会想很多的 虽然说他们彼此关系很好 但是很多时候呢 你作为队友要是对手 那么在一场比赛赢了胜利之后呢 说过的一些话的话 可能呢说着无意 听着有意 那么这样一来很有可能就会伤透自己队友的心 所以这一次对王曼玉来说 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其实呢 这一次王曼玉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其实很像此前在奥运会结束之后 陈梦呢做了一个离谱的事情 当时我们也看到陈梦在女单的总决赛当中 打败孙以沙呢 并且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 在赛后啊 陈梦也是抑制不住心中的一个激动的心情 并且呢在采访当中强调说 所以我陈梦的时代已经到来 结果没有想到恰恰 就是这一番话呢 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论 也遭到很多球迷的批评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这场比赛当中 孙以沙是输给了陈梦 非常遗憾的 和这个奥运的金牌插尖而过 肯定是一个很难过的消息 结果现在那么陈梦啊 在赛后呢 还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言论呢 在有些球迷看来 实际上呢 其实是伤透了那么自己的队友的心 所以其实对他们这些运动员来说呢 其实没上比赛获得胜利之后啊 确实除了开心之外 还要应该保持理智 要想好自己哪些话该说 哪些话不该说 虽然说他们呀 肯定都是没有故意去伤害别人 那么他们毕竟本身关系是非常好 但有的时候呢 其实你说错一句话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导致当事人非常的伤心 所以这一点呢 我希望这些国平的运动员 在以后呢 也要好好注意一下 好了 本期的量载聊球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